哎呦 聊四季 天天榮心 大家好 我是Rail 今天来看保佳利亚人对上哥德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 先来介绍一下 哎 不好意思 红方式选择的为名是保佳利亚人 保佳利亚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兵工厂跟工程器制造所的科技升级 都类似半价的 而且保佳利亚人的马凳技术 可以让他的骑兵的攻击速度 变得游戏一面最快的 所以他的大洛马跟骑士 还有这个保佳利亚的骑兵 攻击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那后期他也可以多用自己的银类去控地图 打到一些控土的优势 好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哥德人 那哥德人现在的最大特色 是他的步兵的折扣非常多 而且他在前期吃这些野味 大象斑马都可以吃得更久一点 而且哥德人打法后期也有火箱跟火炮的这个组合可以打 而且战毛病是全满的 所以哥德人他的应对能力也算是有应对方法 不至于是说只能打步兵路线 那后期哥德人也有大洛马 所以后期也可以升级这个大洛马 去烧倒敌人也是OK的 那整体哥德人玩起来是比较偏困难的 因为前期的优势并不是非常多 但他比以前的哥德人来说已经好很多了 他前期这个肉也多了一些些 而且到了帝王时代之后还会多死人口 所以哥德人整体来说是现在偏能打的文明 只是新手不依上手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会怎么打封建扇 好 YO这边是选择了三人伐木 那HOT这边是双人伐木 好在这里先补房子 那双人伐木这里应该是补第三个 OK第三个补了 人这里不依木头的话 待会均匀是很难下的 而且待会还要再考虑要不要下魔防 所以这个木头需求还是要多一点 但是前面还是可以多点吃肉 肉还是多吃一点比较重要 好这到三个人伐木 这里补了一个魔防 没有要打一个极限棒棒快攻 那看一下哥德 哥德这边也是选择了开魔防 也没有要打棒棒快攻 好那这里差不多要来升封建时代 那哥德人由于有这个一开始 秒研发支部技术的特性关系 所以哥德人在前期的打斗来说 他会有一村的领先优势 那这边可以看到两边封建时代差不多 但是哥德人就多了一村出来 这算是哥德人前期的一些经济优势 所以为什么我说哥德人比以前好很多 就是这个原因 除了这个能力之外 还有这个吃肉可以吃更久一点 不太容易一下子前期被打快攻就爆炸了 好那这边宝加利亚人这边是五村 这边是四村总共九村 左边补了一个军营 这里要不要补一个四天场还是马厩呢 好宝加利亚人这里补了一个马厩 外奥这边也是选择了马厩开 两边都选择了马厩开 那就是马厩配枪兵先一直按 跟前期的打法蛮相似的 其他文明一样都是这样打 好这里要赶快围起来 把这个主金围起来 待会就会比较好挖矿 好外奥这边点一下一级农田 两边都是点一农一木 然后又来撒农田 但点的速度有点快啊 好这边羊其实还没吃完 就已经在撒农田了 这边是比较几次 这个枪兵直接高打第一戳死了一匹马 好看起来YO这边有小小的优势 好YO这边拿到了一只肉马的击杀之后 补下了一个射箭场 好那Hart这里是也没有补射箭场的 这里黄金布挖 那YO是决定要来挖黄金 这个射箭场补下之后 还要再补一百木头盖这个采荒人地 好前期这一百木也是消耗的很凶喔 那这里有个观念喔 就是你越早下射箭场 去下这个采荒人地 还有冰工厂 就代表你消耗的木头更多 就代表你的能田室 会比对方更少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 现在Hart已经7片田了 YO94片田 但YO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继续打 是因为它的羊还没有吃完 这就是哥德尔前期的特殊能力 野生动物可以吃更久 所以造成这个羊可以慢慢吃 那这一只村民可能有点难逃了 好这边一直用洛马去追 好第二只洛马过来砍 秀操作 Hart这边细节 处理的还不错 会被戳到吗 再一刀 回头再一刀砍死 OK 真的拿到这一村 还不错 好结果就停下来 被YO的枪兵给戳到了 好 好 YO这边三只肉马 不知道该干嘛 因为Hart已经把支援点都围死了 只剩下左边这里能打 好 下面这里也可以打 但是村民有点多 打的话可能会两败俱伤 好 YO这边是补下了工兵 工兵数量开始慢慢按出来 而且是7人挖金 难道要走双射箭场吗 那补到8人挖金的话 走双射箭场的几率是很高的 好 这枪兵再小小打斗一下 7个人挖金感觉是有点过多了 好 这里补下了一级射 好 这里把支援点稍微围一下 让这个果子稍微安全一点点 好 后面再继续补房子 这里要不要围一下围死 但是后面这里感觉围死比较快 这里直接围到底就好 或者是直接拉过来 OK 这里就是直接往下拉 拉到底 但现在来说的话 对方已经在家里绕 不可能去外面围大 一定是小围小围 会比较好 好 这里工兵继续出 然后工兵已经出发了 三只工兵配一只枪兵三只漏马 互驾 好 YO这边工兵已经出门 但哈特家里已经有毛兵 在做防守准备了 直接在后方做个巡逻 好 YO果然补下双射箭场 因为这个黄金的数量 会有点过多 所以一定要去补第二个射箭场 才不会让自己的经济爆开 这个黄金过剩 除非他是要买卖 那就另当别论了 哥德人 城堡时代打骑士或工兵都很适合 当然你要打步兵也行 但步兵会相对来说 比较没有主动权 当然以打正面来说的话 威力还不错 但正面的话可能要搭配冲车或投尸车 进行压制会更好 好 好 这里 槍兵 来不及戳掉肉马 三只肉马 击杀掉了一只村民 两名都是一换一 那目前 YO的村民 这个城镇中心的闲置 来到了30秒 大概 比对方少了一村 有了 但这边是为了要 断 不是断村 他这边是因为 要等肉 点城堡时代 所以 有点稍微被delay到了一下 这个城镇中心的闲置时间 好 这些工兵没有枪兵薄兔 直接被肉马 全部吃光 YO这边的弓箭数量 来到了7只 保加利亚人 这边是点下一级的步兵 步工兵铠甲 工兵铠甲 那这里决定要打战毛兵吧 如果看到YO是双射箭场的情况下 先转毛兵 然后继续按 单射箭场 出毛兵就可以守得住了 不再生个战毛兵也OK 好 家里 终于打完了 好 YO这边是决定 转出工兵 二级射要不要先点呢 二级射先点 这里是决定继续补工兵 现在没有要升级吗 用兵 二级伐木 HART 保加利亚人 是决定要3TC开弄 YO也是3TC开弄 那两边都是3TC啊 好 升级到奴兵 二级射也差个5秒钟 好 这边保加利亚人 要赶快升级战毛兵 那现在骑士出来了 有点危险喔 战毛兵可能不能往前走 赶快绕回家 比较好 右边 已经围的差不多了 剩下这个悬崖处而已 结果中间有洞可以进来 哎呀尴尬了 这个 走进来被射出一只村民 可能要死第二村 要赶快收村 哇 又倒了一只 战毛兵 这里还没有二级的工兵铠甲 打起来会有点危险 好 没有 这边点下二级的工兵铠甲 工兵铠甲 怎么一直讲错呢今天 哈哈 好 那这边 YO 是打工兵 十七只工兵 稍微停了一下工兵数量 要存些木头 来点这个农田 不然这个工兵按太多 很容易会有断木的 木头不够 来不及转出农田 造成断村的问题 那宝宅利亚人 这边是继续撒农田 打得很稳 3TC 开拢 而且城镇中心的闲置 居然只有22秒 这个是非常短的数字 那高手我们在玩世纪帝国 最注重的细节 就是 这个城镇中心的闲置 经常 不会超过太多时间 到这个时间点 两分钟以下 好像也是很正常 好 好 这边YO 是投石车 配上奴兵的打法 HOT这边是骑士 配上战毛兵 那会到投石车的话 骑士要有马凯 才比较能扛得住 箭矢伤害 才有机会拆得到投石车 战毛兵 这边也可以反击投石车回去 但是其实蛮吃操作的 而且会有被对方 预判的可能性 决定还是补了一个 工程七只造所 去转出投石车 加以应对 好 这台投石车 有点绕单 要不要找个机会往前呢 但是YO 马上就跟投石车 工兵一起走 好 这边要决定要硬上了 OK 这边上去砍掉投石车 但是战毛兵没有往前 好 哥德仁 这边是转出了冲车 诶 这个有点有想法 转冲车 这个冲车 应该是要来拆前面的建筑物 并不是要真的大举进攻 那如果真的是要打一个 城堡时代冲车加工兵打法 其实是很害怕投石车这个单位的 那我还要看到对手 保夹两人出投石车了 那这边冲车可能就按这一台 之后就不会再按了 可能要改变一下策略了 好 投石车这边 冲车砸得很开心 自己的投石车没有砸到对手 诶 两边互相打了一个插身球 好 大哥村民修一下 预判 哇 歪欧被HOT一个预判成功 直接被点掉 好 右边的冲车快要被修回来了 赶快让投石车去砸一下 好 再砸一发 但两台投石车 并没有想要去离这一台冲车 因为后面有枪柄 好 这里用战毛兵去解掉了剩下的骑士 好 忽然我这边也开了准生物了 好 两个人 两个生物 就获得 目前 HOT 这边是3TC农 YO巨人 开出了4TC 无情开农啊 太扯了 太扯了 人家在进攻 你却在开TC 就是在看HOT 没有 这个是我的话 肯定不敢这样打 人家都快要A到脸上了 还在开TC 好 但是如果防守做得好的话 这个TC 也可以做成一个 这个 防守的缓冲要点 好 YO这边是决定转出步兵 部位技术 还有一级的步兵铠甲 但是现在 石头还在挖 没有城堡 也没有这个无政府状态 可以爆哥的位队出来 所以现在YO 是决定要先挖石头 下这个一级挖石 好 弹道穴 看来要来转哥德卫队了 但哥德卫队打这个 保甲链来说的话 对方没有打马框 就转哥德 其实稍微有点风险 可能要混得出 这张长枪兵 配哥德卫队了 两个单位混得出 会比较好 这只村民可能被招掉了 右边的工兵队 所以想要绕跑 扎毛兵紧追在后 好 外套点下了弹道学 弹道学点完之后 这个工兵射的就会非常非常准 但其实射的准 还是可以透过一些小技巧去绣操作 看一下 浩特这边点下 浩特这边点下了帝王时代 两边可能不会大打出手 两边都在拖时间 Y.O.这边也在拖 澳大利亚的104村 对上Y.O.的哥德 现在村民差距约为5村左右 所以差不多村民数 好 这边要开打了 公司二吃到了一发 第二发砸到 哇 这工兵死的数量有点多啊 好 只剩下这么一点工兵 其实也没剩一点 13只也是蛮多的啊 好 电用时代补下 还有一分半时间 头车砸个一发 但是哈特的驼石车却没事啊 好 枪兵直接上前一戳 戳掉两只马 下马版的保加利亚骑兵 敲长枪兵很痛喔 那保加利亚骑兵是一个 枪兵没有办法轻松解决的一个单位 你就算把他出下马 他再站起来啊 就由柔西锤敲你长枪兵 伤还是很高的 所以哥德人打保加利亚人 最好的方式就是 转枪兵配剑勇 的打法可能会是最好的 不然就是枪兵配火枪 也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这样的话 就很容易被战毛兵给压制住 所以待会就要来看 YO要怎么对应这个上司骑兵 好 保加利亚人 好 YO这边4点下的步兵台甲 攻击力要赶快提升一下 现在肉类只有50片田 農田可以再去补充一下 攻击力先提升 好 哥威这种出来了 哥威现在是6加2 8点远防 好 战毛兵被打个两下 就快死了 哇 这里各位打战毛兵 好强 无双开坎 那如果各位三级攻好的话 我记得是两刀一只战毛兵 哥威这位为什么这么强 就是因为他打工兵的增伤很多 而且又不怕见死 好 点下了无政府状态 开始了 待会要疯狂量产 哥德威队 OK 这边是选择了打各位 打枪兵 这个打法的话 就不太害怕 对方远程单位占毛兵了 好 后方的托斯池 赶快拆除前放城堡 哇 这边是转出了巨型托斯池 这边可以考虑点个化学 转个火炮 打阵地战防守 反击也是不错的选项 好 后方有少量兵 好 枪兵这里 继续补 点下了金瑞升级 金瑞各的卫队 准备出关 准备出关 好 这里被超出了一个洞来 好 正面直接拉三只各位 手撕巨头 顺利拿下 哈特这里有点大意了 好 但保加利亚人 这里也是决定要来打步兵 步兵对上步兵的对决 毕竟如果哥德爾有枪兵的话 自己再打保加利亚骑兵 可能会有点不太划算 毕竟人家的垃圾兵是不用黄金的 保加利亚骑兵要 这里直接鬼转打步兵 保加利亚的协议步兵 近战防御力极高的双手剑兵 那保加利亚人的剑兵性 还不用升起 会自动变成双手剑兵 但很可惜没有剑有 所以血量上来说 比剑兵游是差了一截 好 外奥这边也是要转步兵了 转装甲步兵 还有搭配井喷 毕竟哥德尾队步兵互打的话 优势并不大 打剑游的话 还有这个折扣截免 正面互砍的情况下 也不会太疏于人 好 现在保加利亚人的 营雷再到处控图了 野外呢 YO也是补下了一个军营 准备要来打多线分推 好 长剑兵点下 双手剑兵赶快升级上去 YO这边的资源量非常的多 2000多肉 HART这边的资源量很紧绷 好 先点一个三级步兵铠甲 血液也点下了 近战防御力来到了1加8 近战防御9点 好 这边血液步兵打得非常漂亮 YO这边 剑兵勇士马上补上 赶快把这个资源全部消耗完 出剑兵勇士 好 但是剑勇来说 攻击力还不错 17点伤害 血量70滴血 那打一下 葡加利亚的步兵的话 是9滴 17-9 大概是一下8滴 2滴血 3滴血 好 各位的优势就是人口够多 而且照价便宜 不用数量拧押你 算了一下就只有8滴血 打10下的话 或是9下 不用重不多 6下你就11只了 寶嘉莉亞的雙手劍兵 左邊這裡也是一個多線分推 劍兵勇士砍就很開心 YO的劍兵勇士一直砍啊一直砍啊 這個造價實在太便宜 省下了非常多的黃金 劍兵勇士到了帝龍時代 真的是小夠大大的一個單位 夠便宜 寶嘉莉亞人快要扛不住啦 寶嘉莉亞人遇到這個情況就很尷尬 如果對方也是步兵量產的 而且步兵打起來也不太會弱勢的那種文明的話 那寶嘉莉亞人這邊要轉單位就很難了 不管是要轉馬弓啊或是轉重頭 都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所以YO來說這邊繼續打下去 優勢是應該會越來越擴大的 而且哥德爾還有火槍可以出 所以如果正面真的打不贏的話 還可以考慮轉點火槍 YO這邊是有更多的主動權 阿特這邊則是要思考一下 這些黃金跟支援要怎麼佔加利用 右邊這根城堡 贏累才對 差得有點久 右邊有少量的劍兵在砍 左邊這裡也是 但是YO在做防守 左邊這個均勻的部分 回來反擊一下 這邊這裡是關鍵 好 YO這邊是補下的化學 看來還是要補下火炮 或者是火槍 好 寶嘉莉亞人點下了奇兵鎧甲 奇兵鎧甲在你補下之後 這邊是要轉肉馬了嗎 開個多線燒囉 好 好 正面的劍兵鎧是直接開砍 但是YO的巨頭被巨頭給反撕掉了 好 後方這裡繼續深追 左邊的軍營 看來沒有辦法順利量產了 要存一下步兵數量才可以回頭反擊 好 化學還有10秒鐘 兩邊步兵打得很兇啊 還是這邊要來守司銀壘呢 哇 要來守司啊 劍兵鎧是打進植物的額外 額外傷害很高啊 嗚 直接拆光 好 化學加莉亞人這邊就很尷尬了 怎麼辦啊 劍兵勇士好多啊 還是要轉奴炮呢 投石車 肉類減半 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工程系單位 奴炮之類的 但奴炮出來的話又會被火炮給壓制住 所以寶扎莉亞人 這裡的問題非常的多啊 還是我們鬼轉 寶扎莉亞人的馬凳 肉馬 去多線騷擾一下 可以到後面 獨線 讓Wild的劍兵勇士留在家裡 去做防守 這裡轉一些 騎兵 去多線 感覺是不錯的 但是 Hart這裡並沒有轉兵 現在按雙手劍兵感覺就是極限了 右邊這個礦很想要搶下來 有人搶下這個礦 待會步兵可以越按越多隻 好 Wild的資源也來到了極限了 但是黃金還有兩千塊 這兩千塊的黃金還可以在場 三百隻的劍兵勇士 好幾百 這就是 步兵最強大的地方 OK Hart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寶扎莉亞人 Hart拿下比賽勝利 OK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YL這邊經濟是贏了快要一萬資源 哇 這個哥德爾為什麼不會露雲就是在這裡 後期是真的猛 但是也是遇到寶扎莉亞人 也才會這麼好打 寶扎莉亞人後期能對應哥德爾的方法 真的是不多 而且 YL這邊就會拿到四勝 經濟非常好 YL這邊是KD雖然輸了對手 但是世紀帝國裡面的KD 一直以來說都是不重要的 能拿下比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 掰掰 比賽 很快 我們會請今日 我們今天也在那邊 我們今天吃夠了 你看 更多這些 我們在一起 也很可憐 這件事情 你有 我們 有點可憐 感谢观看